中文字幕——YK 然后我们直播间现场呢 有八位来自伊安中学的 八位啊 八位啊 伊安中学对啊 然后还有两位我们的 这个专业的游戏玩家 一起走进我们狼人虾的世界 接下来的时间 简短的时间 让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也为今天的游戏 做一个小小的预告 他们今天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战胜对方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首先是一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小狗 今天其实没有什么预告吧 就是希望能带领 我在的阵营走向胜利 让拿到更多的游戏王 好的 有掌声欢迎我们的二号 大家好 我是来自伊安中学 六一班的林佳浩 我这次呢 就是不想像上一期那样 都被所有人怀疑 那一期录的真的是 欲哭无泪啊 所以想这一期呢 就是拿到一个好角色 带领大家走向胜利 好 过 嗯 非常好 然后我们的三号 三号我是方晨瑞 今天呢我很想拿好人牌 因为我感觉每次狼人都胜率不是很大 所以 所以我很想拿好人牌 对 好 翻译完毕 对 好 我们的四号 大家好 我是何洛洛 对 就说这么些吧 就说这些 好了 身旁不漏啊 好 我们的五号 好 大家好 我是孙一航 从来没有拿过勋章 然后最后呢 看命吧 好 看命 不是我帮我都给你 好的 接下来 我们的六号 看命 大家好 我是游戏王这个勋章的保管者 展一文 我现在已经对游戏王这身号 已经势入奋土了 为什么呢 每次每天都会有几千万个游戏王勋章 从我面前划过 每次我都偷偷地拿那么一个 然后现在家里有十几个 十几万个游戏王勋章 现在 已经势入奋土了 追得说出来 一个是求又求不到 另外一个是家里已经追得没办法了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七号 七号 哎 醒了 大家好 我叫李沫 我来自安逸音乐社 为什么叫安逸呢 因为每天都是生活 都是很安逸的 对着安逸音乐社 嗯 好了 然后呢 其实刚才我对于梁耀神的说法 必须表示赞同 因为游戏王 有我一个 疼吗 说的我 说的我天上的那些勋章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八号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一安中学 六一班的李子勋 我这期一定要拿到游戏王 好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九号 大家好 我是大表哥 我今天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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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就想带好人赢 就我拿到狼的话 我也希望让好人赢 对 我呵呵 老爷爷爷爷爷爷爷 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十号 大家好 我是池毅 我今天呢就想玩得单纯一点 看谁那个像狼 我就挑谁 呵呵 来 学姐一请三二一 呵呵 我要是让预言家我给你 然后我先查你啊 如果你是狼的话 我给你金水 然后后面知道咋样 可以 就打这个滑板 等一下你这个预告会不会 这两个 太太太太太太太直白了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跟我们这个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小宝们提醒了 因为通过两到三分钟的一个短片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狼人杀这个比赛的游戏规则 请看VCR 狼人杀的规则很简单 选手根据自己的身份牌分为民和狼两个阵营 狼人每晚可以杀死一个村民 等到把所有村民或神民都杀死了 狼人就获胜了 村民是好人 所以晚上不能杀人 只能在白天大家举手表决 找出狼人并处死 杀死所有狼人 村民就获胜了 为了弥补村民不能杀人的遗憾 他们中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神民 女巫 在城区中分别有一次机会 可以杀死和救活一个人 机会宝贵 千万别救错咯 猎人 猎人平时跟普通村民没啥区别 但是当他死的时候 可以开枪杀死一个指定的人 这正是死也要拖一个垫背的 预言家 这个就厉害了 预言家每晚可以验证一个人是狼还是民 当然验出来以后别人是不是相信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后还需要隆重介绍一个重要身份 就是警长 之前不管你是民是狼 都是天注定 但这个身份就不同了 大家可以自由争取 用自己的美貌智慧与才华 让大家都选你做警长吧 这样你不但可以决定发言顺序 最后还比其他人多出半个投票权哦 是不是很厉害很逆天呢 可是注意千万不要让狼当上了警长 不然很容易就全村死光光了 以上就是狼人杀的基本规则 怎么样是不是简单明了又很刺激 欢迎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起播间 那么通过刚刚的一个短片 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这个比赛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那么刚刚说的是这个一等奖 是价值500元的熊猫TV的币 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一次会送上 价值更高的这个耳机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 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到您的身边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想请我们的倒计小哥 把我们的第一局的身份牌送上来 跳舞跳起来 讲起来 是啊 我这个节目到这边 直播到这边 大家都已经是越来越开心 而且是越来越专业 那么我们第一次第3呢 同样是一个上手气脚 你可以看到谁是狼人 谁是平民 所有身份你一目了然 那么算是一个预热吧 接下来的时间3秒钟的时间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身份 确认一下 确认了 3 放置一圈你们的眼睛 2 1 你每次不要听到我看了 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吗 都确认好了 每一次你没光 OK 好 那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遵守我们的比赛规则 那么天黑 1 2 1 1 3 3 2 2 5 1 2 1 2 1 2 2 3 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闭眼 昨晚 你闭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恋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天 亮了 紧接着我们进行警长竞选 请要竞选警长的举手示意 告诉我 3号 5号 6号 10号 好 从10号开始发言 10号 我们再发言 这里是个真的预言家 昨晚验的是这个3号 3号是我的精髓 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要验这个3号 刚开始看3号去看这张牌的时候 就是很那种兴奋在敲桌子 然后就验了它 然后是我的精髓 我警徽的话就是 我准备验一下我这个旁边的大表哥 好的 接下来我们的6号 6号玩家这里是真的预言家 然后昨天晚上验了这张7号牌 茶沙牌 好吧 对不对 然后令人喊跳 令人喊跳 假的预言家 假的预言家 OK 好 就这样退水了 好的 这里是一个真的预言家 然后昨天验了10号 10号是一个茶沙牌 然后你说3号是你的精神 那我可以怀疑你们两个是同伙 不 好的 三号 我上来的原因呢 其实刚才10号她说她是预言家 然后我其实挺相信她的 因为她说话竟然没有打结 而且说得很顺畅 而且表现很自然 然后她说她是预言家的时候呢 请上的另外两位孙一航 孙一航她说她也是预言家 我看见她的表情也很平淡 就感觉她好像已经预料到了10号 会说 她好像已经预言到了10号 反正会说自己是预言家 她的表情就很平静 而且我就感觉她好像就是皮狼 就感觉她就是来汉跳的 我感觉孙一航可能就是皮狼 对 过了 发言完毕 那接下来没有上镜的小伙伴 考虑三秒钟之后来告诉我 你心目中适合这枚锦灰的 到底是谁呢 三 二 一 平票耶 好 5号 10号再来第二轮发言 从5号开始 这样吧 我就抱一下我的景会流 接下来我先验一下1号 然后我再从1号这边验齐走 好吧 过 验齐走 验齐走 从情况都飙出来了 好的 比赛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交流的 好 10号 10号这也是真的是一个预言家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这么多期 终于拿到了一次预言家 然后5号跟我对对的话 他肯定是狼 我已经不要能打了 3号就是我的经费 好 发言完毕 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再盛重考虑一下 三秒钟的时间 告诉我答案 3 2 1 好 恭喜5号玩家获得这枚警会 今天得到警会之后呢 我将告诉大家 在昨天晚上我们是一个平安夜 那么也就是意味着 我们的警长要确定一下 从你的左边还是右边开始发言 从我的右边吧 好 有请我们的何洛洛 我是就是我 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看到3号拿牌的时候 就是非常兴奋 然后我就断定他肯定是平民 他肯定是有身份的人 然后刚刚10号 他说他验的是3号 然后他验的是3号的时候 他说3号是井水牌 但井水牌 他应该是井水牌的 他应该是井水牌的 他是不是井水牌 没有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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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他井水牌的话 3号接了 他说他有点相信10号 我觉得10号跟3号应该是一伙的 对 我觉得10号跟3号里面应该有一伙 应该是10号 因为3号不知道10号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确定自己身份是好的 所以就接了10号 所以我这次就是说他设计 好的 发音完毕 好3号 我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帮我的一个绳子给炸出来 应该 应该不应该说我很兴奋这些的 他们就不知道 其实我这里是个猎人 10号给我发了精髓 因为我看他往常的发言都是很结巴的 然后我看他今天的发言还是挺真诚 而且很自然 所以我就是说他设计 很像原家 而且孙一航的表情有点太过于 有点太过于就是没有那种斗路 没有跟他一起抢原家的那种 那叫什么 这种反而没有那种感觉嘛 所以我感觉他好像就不像很像真的原家 所以我这门是个猎人牌 好 过了 好 2号 刚刚看是3号拿到牌的时候很惊讶 他有可能是看到他拿的是一张狼人牌 他觉得很惊讶 要么是他拿了一张神纸牌 他很惊讶 当时是5号和10号 他们在竞争是冤家 我没有投票第一次 后来我投了5号是因为10号刚发言的时候 我来重复一下他这样说的 我这次拿到的是个冤家 我没想到 我从来没有拿过冤家 但是这次突然拿到了冤家 但是这个话听起来就是感觉有点假吧 看就是应该是演出来的 所以我感觉5号才是真正的原家 如果10号给3号发金水的话 那我有可能怀疑10号和3号是一伙的 要么是1号和10号是一伙的 因为1号当时第一轮投的是10号 第二轮也投的是10号 我怀疑他们两个会不会有点关系 我想听一下1号说的 好的 1号玩家 1号是一张平民牌 对吧 这把的话10号是一张预言家牌 5号是一张汉跳狼牌 我希望能把你们拉回来 因为你们记住了 站10号边的有谁呢 有我这里一张平民牌 对吧 有3号一张猎人牌 并且3号牌是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弃跳的 明白吗 就是站10号边的呢 一张神牌 一张平民牌 10号的另外两个 如果你们把他当成狼打 你告诉我他的狼同伴在哪里呢 对吧 是这个不投票第二轮的4号吗 对吧 还是去打倒勾了呢 去投给5号牌呢 找不到 狼坑不够 一共3匹狼 你们永远找不起 我这里就是一张平民牌 好吧 我两轮投票给10号牌的原因 就是10号牌的状态 要比5号牌的好 因为就像3号牌所说的 10号牌其实在他的发言的时候 他是比较流畅的 就是他对于他验的人呢 还有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呢 他是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 而不是临时编造出来的一些东西 对吧 但是像5号牌呢 就像方向月所说的 就5号牌的表情有点奇怪 他好像知道 这个10号牌 是要跟他汉跳的一个预言家 因为他是一匹狼 对吧 10号牌发完言之后呢 这个人不在我狼传队里面 并且发的3号是一个真精髓 他做不成一张诈身份的牌 那么10号牌 就是一张跟我跳的预言家牌 对吧 他就是一张预言家 那我要跟他汉跳 我怎么汉跳呢 我给他发一张茶沙牌 把他的身份做低 对不对 这是顺银行的一个心理表现 所以我觉得10号 应该是一张预言家牌 那我希望这一轮 在后面的好人呢 能听清楚了 在我们现在站边10号牌 直译的有什么人呢 有一张猎人牌 有一张强绳牌 听清楚 你分辨不出哪个是预言家 那你能分辨出来 这个是一个猎人吧 对不对 那你们狼人 如果想跳个猎人出来 这个时候说 我这里才是猎人 这个3号是个假猎人 这个1号也是个狼 1310是三匹狼 那你随便跳 好不好 因为后跳猎人先出 把后跳的猎人出了 你开枪给我看 你开枪能不能打死我们 看你有没有这个技能 好不好 我认3号猎人 那么我就认10号预言家 我跟你走 今天出这个5号 所以麻烦这个厂商的好人牌 我们一起先把这个5号牌出了 先把5号牌出了 狼人你就当做 我说的话是没有 就没有 因为我跟你不在同一个阵营 我说的话 在你的视野里面也是 你当做没听见 好吧 我站你那边 然后你今天晚上 验一下这个6号牌 如果你还活着 验一下这个6号牌 好吧 因为阐英文可能会利用 然后说我是个炸身份的行为 来把自己的身份给浅藏下来 好不好 就我1号牌 站10号牌那边 好的 10号 10号 确实是个真的预言家 我刚才说 我拿到第一 就是拿到第一次的预言家 就说并且就不会玩 我就很紧张 但是我唯一知道一点的是 预言家肯定要跳出来 做这个警长的对吧 然后呢 5号这肯定是个狼 他都 刚才都不敢跟我直试 知道吧 我自己就强势做 强势跳这个预言家 做 好的 我们的9号玩家 9号小玩家发言 9号小玩家 这一轮发言相当重要 首先我是一张 不怕你验的牌 为什么第一轮我上票给你呢 因为我是希望你来验我 我是一张不怕验的牌 是9号和1号把你送上的PK台 对吧 不然你是没有这次PK的机会 但你第二轮警长的发言 特别的不好 而且我 因为我离迟一比较近 我能看到他的手在抖 他的说话声音在颤 就是明显一个撒谎的状态 所以说第二轮我投票给了5号 那上一轮就是我们听一圈发言下来 1号的团队在哪呢 首先他是给了3号一张金水牌强行 你把3号去拉到了你的团队里面 所以3号在我这个视角里面 我是一个闭眼的民 但是我觉得你是一张好人牌 但是你是一张强行被狼 拉入到狼坑的一张好人牌 好吧 也就是说在我的视角里 就是1号肯定是一个狼了 就狗哥你 就只有你在强势地站边10号的队 就另外一张狼 我觉得已经潜在水下 就是你们后面可以帮我想一下 就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谁7票了 但我已经不记得了 就那个7票的人 第二轮是我投了5号 就第二轮没有投5号 也没有投少计 就7票的 他就可能是最后一张引狼牌 我觉得这一轮跟着5号警长走 应该是没错的 我是一张不怕你验的牌 我是深存还比你高的一张牌 我送你到的PK牌 但是你第二轮的发言 确实没办法征服 9号这里过了 好 8号玩家 其实我感觉我思路很断 本来我觉得5号应该像是一张女人家 真的女人家牌 反正这个5号和10号中间 肯定有一匹狼 然后呢我怀疑2号 因为 因为 本来我怀疑2号和9号 现在 因为你们两个 应该是先出的时候 后来再出了5号 所以这就很奇怪 那时候讲出来了他的原因 然后呢 然后呢2号你没讲出来你的原因 你有可能是一匹狼 还有一个8号 或者讲还有一个7号 7号他是这个 他拿到牌子的时候就很兴奋 然后还有可能是狼 翻译完毕了 好的 7号 你没有发言 这一局 我 我的观念就是 可能 10号是一匹狼 他可能3号发精髓 3号说他是猎人 他们其实 我觉得 有可能想把真的猎人给炸出来 但这也不确定 他们想把真的猎人炸出来之后呢 就把猎人给刀了 刀了之后呢 1号他有说 他是一张神指牌 他看猎人家都有了 猎人也有了 甚至还就肯定是女巫 那他也有可能想把真的女巫给炸出来 所以我觉得1号 3号 10号 以我这个平民的眼睛来看呢 就相当于 就在我心目当中 10号战狼成分呢 是5分之4 1号和3号呢 大概就是1分之1吧 反正现在我有点相信 只是有点 不是 80%相信 那个5号是猎人家 然后就看之后 5号警长的发言 我就说到这儿 好的 6号 6号玩家 这好像是一个 最后有一个发言了嘛 景上的表现呢就是 我是出来 我不是出来炸神分的 我就是出来开个玩笑 就给他一个茶茶 我就退学了 我不是炸神分 我就是单纯出来开个玩笑 因为家里竟然可以验我 我是站这个10号边的 今天我是会出这个5号警长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刚刚看了一下场上情况 1号是投给10号的 我是投给10号的 就2票投给10号 3号 10号的金水 然后他们7票了 其余所有人 其余所有的人都投给了这个5号 不排除有狼给5号冲票的行为 是吧 所以说5号在我这儿 而且就算10号 它是 也是说了嘛 它是第一次来预言家 有点紧张也是正常的是吧 然后5号 你中文发言就比较重要了是吧 然后9号一直在怼这个1号 这局1号不是焦点牌 焦点牌是这个10号和5号 前才是真的预言家 好吧 你一直在怼这个1号 我是告不懂的啊 9号 然后 这把我是会出这个5号了 就这样 预言家你可以来验我一下 好吗 我不怕你验 就这样 我是个闭眼牌 我不吃夜影清晰 我是个蛋牌 就这样 过 好的 5号警长 5号这里是个真的怨家 然后10号是我的茶沙 然后我相信3号是个真的猎人 因为除了他的狼团队里面 然后其余的所有都是 都是好人你知道吗 然后他给其他的人随便 发一个精髓 那你肯定是好人啊 听我的今天就全票出十 就是这样 过 好 接下来 所有第一轮发言完毕之后 我们考虑三秒钟 然后告诉我 你心目中的那匹狼是几号 3 2 1 10号 好 我们的10号玩家离开游戏 你灭掉你前方的灯 有什么想说的吗 你们把真的冤架飘了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 哎 我只是揭发了 你们不要因为这个来说好吧 5号肯定是拼了 我的天哪 好人玩不下去了 发言完毕 好 接下来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 闭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寻戏继续 请睁眼 寻戏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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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戏续 寻戏继续 女巫 请睁眼 使用独藥吗 女巫 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经过一夜 一号五号玩家离开游戏 请灭掉胸前的灯 没有一遍 那接下来我宣布 从二号开始 他们他警辉 警辉对 警辉你要给谁啊 好那从二号开始发言 这样的话是 10号和5号 他们两个是在 在竞争那个游戏家是吧 现在他们两个都挂掉了 那他们两个肯定有一个游戏家 游戏家肯定是死掉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 应该只剩下一个 女巫和猎人吧 所以女巫和猎人 一定要藏好 藏好之后 不要被狼人杀掉 现在感觉 局势好像偏向的是狼人吧 我还我要观察一下 再先过吧 好三号玩家 昨天晚上的情况 肯定是女巫版 版5号给读了 然后1号肯定是会 给票了是吧 到了 然后被刀了 然后 5号 反正我觉得5号肯定是个铁廊好吧 因为我感觉 他这前一把的发言也 不行 不像平时的孙一行 所以 我还是不占孙一行 然后感觉 2号 这边可能是个村民 好 过吧 好 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发言 现在 其实不是狼人有优势 现在是好人有优势 狼人已经打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样的 9号他刚刚发言 因为场上5号跟10号 已经是预言家了 所以已经有一绳 然后三是猎人 所以已经有两绳 而且9号他说 他跟10号说 他只会是比10号高的 10号高的只有女巫了 所以他不可能 三个绳子都跳出来 对吧 三个绳子都跳出来 狼就直接 一碗一个就挂了 而且9号 刚刚2号在发言的时候 那个6号 搞了9号演 然后9号 9号动作是一直在摇头 所以6号跟9号 肯定是狼队友在互动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一轮 先把9给票了 然后第二天 再把6号给票了 应该游戏就结束了 发言完毕 好 6号 6号这边发言 6号这里是一张女巫牌 第一天我捞的你4号 你4号是我赢水 但是你却说 反而把我这个女巫票了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 然后第二天 我把这个5号堵死了 因为我是战边 这个10号时针预言家的 5号肯定是皮狼 你们没办法堵出去 我把这个5号给堵出去 可以吧 就这么跟你聊 4号你是我赢水 我把你捞起来的 你现在是不是好人身份 我不确定 反正你是我赢水 然后3号你是猎人 现在我们摆明身份打了吧 这一女巫 3号猎人 2号我听她发言像个村民 4号我当你是个渔民 好不好 你要票我这个女巫出去 我当你女渔民 然后后面9号 8现在没身份的是7 8 9 3号你们聊一下身份 现在场上至少死了一些了 你们三个里面至少出两了 就这样 过 好 7号玩家 听刚才 4号投的应该是5号吧 就是竞争竞争的时候 投的5号呢 但这一局他开始 莫名其妙的攻击9号 然后呢我就有点搞不清楚 然后我听3号 3号其实猎人一座十了 我觉得这个8号肯定是一个平民 村民牌 7号也是个村民牌 既然你6号说你是女巫 3号是猎人 2号4号 2号可能 我觉得不敢确定 所以我认为狼人应该在 我后面这两位肯定要得 出一匹狼 然后 对面肯定得 一个 对面 2 3 4 得出一匹狼 现在我觉得2 3 4的话 4号发言 跟第一轮发言 方向不同 感觉 有点狼人的形象 到这儿吧 好像我这个字名也没啥用 发言完毕 对 好的 8号玩家 8号这里是一张那个平民牌 然后现在是2号也是一张平民 3号可能是猎人 4号是平民 这个是7号 7号不敢肯定 有可能是狼 有可能是平民 但是我这个平民 这个9号 应该是狼 然后我还看不清什么东西 就是很混乱 很难 好 9号玩家 9号玩家发言 9号玩家这一轮发言 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 首先场上必定的两个好人 我们都认的就是3号猎人 6号女巫 对吧 这个肯定是场上面 就是两个神是好人 对吧 就没有人认这个身份 我们肯定是认的 对不对 我们想一下4号 井上井下的行为不一 对不对 他井上是一直在给5号上票的 对不对 然后他现在下来反水了 但是就这一轮 而且你打我 对不对 但你打我我都不打你 好吧 因为你是6号的第一轮 他说他给的你饮水 他把你捞起来了 我觉得你不像是狼自刀 那现在我也要就倒置了 我觉得就是其实 10号小玩家那一轮的遗言 我觉得稍微有那么一丢丢 真的把我感动到了 我觉得现在他是一个 真的预言家 然后这一轮我相信 你4号是一个好人 那名坑不够了 我再看清自己底牌 是一个名的情况下 你2号必然是一匹尹狼 所以我觉得2号 在我这个位置是一匹狼 你4号这么打我 我都不打你 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我们一起手拉手 把2号这匹狼出去就好吧 我说的女巫也能认吧 好人 猎人也能认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名坑不够了 所以你2号应该是一匹狼 对吧 所以9号这里面归票2号 好 接下来的时间考虑3秒 告诉我 你们认为谁是狼人 3 2 1 2 2号 你灭掉你前方的灯 有什么想说的 我也没什么想说的吧 因为把一个村民杀了又没什么用 所以我既不遗憾也没那什么 所以你们把村民杀了没什么用啊 主要是 好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预言家 请厌人 预言家 做完你厌的人是 女巫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请闭眼 天 亮了 再进行 三号玩家 昨晚被攻击 离开游戏 好 知道了 再做五号 然后我们的游戏结束 发生了 这局我们的狼人获胜 恭喜 全球 看我就是说你是狼人 大 人公布一方的字 你才能好 十号是狼 我知道我想的是一 你们就是狼 十号 是狼吧 我就知道 你刚才在撇清自己的身份 我们来捋一下这个 首先 我真不想骗你的 一号是预言家 一号是女巫 一号是女巫 所以我刚才我在面具 我在想 我说一号肯定是女巫 她读走了五号 她读五号之后呢 你那个展翼文 你就来跳女巫 说你一号当天晚上 其实你当第一天晚上 你没杀人 杀了 杀了人吗 她捞了四号其实 好了 她捞了四号 其实我很想问一下 我们的三号 最后一个神明方向 最后准备带走谁呀 你猎人你不应该 这么早叫出来 我准备带走 因为她刚才 你猎人不应该说 她刚才在撇清自己的身份 我当时已经知道 她是一个猎 我以为她是最后一个狼人了 我想我今天晚上 肯定会死的嘛 没用啊 因为我相信了 因为她是个女巫 我说还有两个名 还有两个神 她晚上肯定会把我带走 然后我第二天 直接把她给带走 然后我没有想到 既然说游戏结束了 我感觉这是第一次 我跳远家 她还拿到颈盔了 然后我记得 在后台我们化妆的时候 有讨论小狗说 她好像没有拿过女巫身份 对吧 拿过 拿过是吧 她没有拿过预言章 然后你第一把 为什么会救四号 我说了呀 我之前就告诉大家 尽量第一天救人 这是我教大家的 但是四号的战绩很棒 如果她刺刀呢 她刺刀在盘呗 但是我第一天 听完发言我就知道了 但是没有我的发言机会了 是的 我是在前置会发言 就是我听到这边过来之后呢 我发现这边坐的全是好的 就是这三个都是好的 都是好的 所以我说六号有点奇怪 应该把三个神都可以 所以说我们就很理所当人 知道你读五号的原因了 对不对 因为我是站十号边的 他读走我也没用了 先收牌吧 先收牌 好 对 玩得真好这吧 先跳你窝 跳得蛮好 跳得挺小的 我跳出来也没有用的 不跳出来因为七号八号 已经跟五号走的 主要是我相信五号号 你们要思考 要想一下对吧 站十号边的有谁 只有三号猎人 我说你们不信十号 你们信三号吧 我是这么摇摆不定的 我是知道 九号已经不落我了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 三匹非常非常精彩的狼 还有我是第四匹狼 我还有第四匹狼 我把一号你我三号猎人 就是第四匹狼 第五匹狼 你们三个肯定是个 是个坏人 怎么样 林默是第四匹狼 林默是第五匹狼 你发言的时候我就想自爆了 你知道吗 林默 你这不该报不能报 我俩在笑 我俩对身一直在笑 对 我看他们第二轮发言的时候 我都已经笑到快颤抖了 而且这个七号他刚说 我后面有两匹狼 是吧 你刚有那么说吗 我后面有两匹狼 发光先来个 好了 接下来 我们先来惩罚好吧 我又忘记了 准备 三 二 一 走起 耶 我们道具每次都那么 触不及防 我总感觉这个很像 好不容易防 接下来通过这样一区上帝视角 接下来我们将会有两区平民视角 那么我们看直播的观众 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了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道具小哥 把这个道具盘送上来 要啥一首话 就啥 味道越有加强 好 三秒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 同时观察一下你的朋友或者敌人 三 二 一 一 二 一 一 好了 都确认好自己的身份没有 确认好了 那么先把你们的灯都调亮 等一下 再看一眼 笑一下 好 好 我怎么死 所以好像这个狼人一眼再剪得太 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 我一定要相信我 你们聊天结束了吗 那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比赛规则 不要忘记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1 2 2 2 狼人 请确定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预言家 说完你验的人事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说完死的事 是用解药吗 是用毒药吗 女巫 女巫 请闭眼 猎人 请睁眼 猎人 请闭眼 天 天 亮 请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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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用着急跳出来好吧 我这里持枪上场 一张机关枪牌好吧 谁是狼我就把谁逼了好吧 过了 好 接下来6号 6号这里强势跳渔原家 强势要景辉 然后5号你是我精髓 你手可以放下来 不用炸成分 我这里是渔原家 然后我景辉留这个7号 先把身边摸清楚 7号 然后4号 这么摸过去可以吧 就这样过 强势要景辉 景辉绝对要飞我 好 接下来5号 5号这里一张好人牌 然后是个普通村民 然后可验可推好吧 但是你验我推我 都没什么意义 然后这些上景的 肯定有狼 我怀疑这一局肯定没有 不是那个怂狼 不上景的这种情况 过 好的 4号 然后4号这边 4号这边预演家 我昨天晚上查2号 2号是查杀牌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就直接 因为我本来想 验身边的人 本来想先从3号验 但是他的笑容 有点诡异 所以我先验4 2号 然后今天打算验3号 对吧 2号 3号验起 然后再验1号 好的 2号 我想再听一下 你说我是查杀牌是不是 好 你们把耳朵都竖起来 好好听我说 我是一个女巫 我昨天晚上死了 然后我是毒的是3号 我把3号毒掉了 所以我是个女巫 我来上来 就是为了发一下遗言 我绝对不是一张狼 相信我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4号就是一匹狼的话 我昨天晚上是死了 就这么说 好 接下来的时间 没有上景的 另外5个小伙伴 确认一下 你们将把景灰放在 好 天黑 请闭眼 昨晚死亡的是2号和3号 那么4号自爆 像景灵呢 2 3 4 一下死三个 好 现在天黑请闭眼 狼人 请闭眼 狼人 请选择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认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预言家 请睁眼 预言家 请验人 预言家 说完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昨晚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 亮 经过昨天一晚 我们的6号玩家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那么现在我 确定发言顺序 从1号开始 这就很难受了呀 1号 本来想再听一圈发言 如果运气好 法官能给个莫之为的话 还能分析一下 对吧 那1号现在第一个发言 我只能分析前面做的事情 那么现在这个场面上呢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 女巫走了 预言家走了 对吧 3号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3号是一张狼人牌的情况下 4号牌自爆 那么他们狼人的收益就很少了 他一张狼人被盲毒了 他又自爆 那厂商只有一匹狼 这一匹狼可能就很难找出来 对吧 但是一匹狼跟两匹狼的概念是不同的 两匹狼可以互相配合 互相保护对方 对吧 那4号牌在这个地方自爆 他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呢 咦 我们第一天运气这么好 既然刀到了一个女巫 女巫还帮我们读了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 管他是个什么平民还是个猎人 是个猎人我们就赢了呀 把预言家一刀 对吧 他要是读了个猎人 女巫也被我们刀了结束 要是读了个平民呢 那也是赚 对吧 所以他干脆就自爆了 还能把这个警徽给吞了 对吧 无法通过这个6号的警徽来得知到7号的信息 不然的话有这个警徽的话呢 应该是7号今天是个什么身份 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那他4号自爆的收益就特别大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现在场上呢 是一个狼走了 场上还有两匹狼 并且我们走了两匹神 两个神 对吧 不是两匹神 是两匹狼跟两个神 那场上猎人常好 好吧 我不知道你9号是不是真猎人 我这里有可能是一个猎人 对吧 借个猎人来衣服穿穿 黄袍加身 你们狼人来刀我 好吧 就是这把的话呢 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没有听到其他人的发言 说实话 我根本无法判断狼在哪里 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那么对面的话 我觉得9号玩家这个持枪上岗的大表哥 我也没有办法分析出 他的发言哪里有漏洞 我只是觉得 因为他以前也有玩过这样的玩法 一张平民牌这样子玩 对吧 那我这里也有可能是一张猎人牌 但我不打死你好吧 我们把衣服穿好 今天的话通过分析 大家投出自己的票就好了 我第一个发言分析不到那么多 好吧 过了 好的 我们的5号玩家 感觉就是狼人刀得很准 第一晚上就把女巫给刀了 其实女巫的话 你可以先 就是不要先自曝身份 但是不过也没关系 就是反正场上还剩下一个猎人 好吧 就猎人先藏好 就先不要跳出来了 猎人肯定就 猎人再不一刀 这个游戏就结束了 狼人就剩你了 然后就是猎人要藏好 好吧 发言完毕 好 7号 7号 7号发言 然后呢 其实干据前面1号和2号发言 1号和5号发言 我能够看得出猎人 应该不在1号和5号 我这刚一个平行牌 对 对 对 发言完毕 对 好 8号玩家 我8号这里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 大家都 9号 不是猎人 那个 他第一天晚上应该来说话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晚上 这面具放下这样 有声音 然后呢 9号 就是就是狼人 好的 9号玩家 9号玩家 1号小玩家 你不用帮我穿衣服 我这里是一张猎人牌 但我认你是一张好身份牌 好吧 然后这一轮 我想的是出谁呢 就是 现在就是狼 你晚上自己去想 我们谁是真的猎人 好吧 但是今天就很关键了 对不对 决定胜负 就现在 肯定是场上还剩一个猎人 因为女巫跟冤家都走 6号肯定是一个真的冤家 4号是一笔自爆的狼 然后5号是金水 10号还没发过眼 其实我心目中的坑 但是我不能跟你们说 我的心路历程 不然狼人就已经找到猎人了 就我心目中的坑呢 就只能剩你10号了 就这一轮 我就 所有的好人跟我一起票食 因为我觉得狼坑已经 就是这肯定是一个狼坑 但是我的心路历程 我还不方便跟你说 就我在看清自己底牌的情况下 不然的话狼就找到 哪个是真的猎人了 就狼你自己去想 我跟小董哪个是真的猎人好吧 然后这一轮好人就跟我出食 一会儿他要认一个名 他就必然是一匹狼 好吧 过来 好 欢迎完毕 10号终于可以发欢迎了 7号 9号两匹狼 7号呢 他一开始在找猎人 对吧 在找神 对吧 就狼才找神 9号呢 他虽然说话 他没有什么漏洞 但是我刚才 就是4号自爆之前 9号再对着4号点头 对吧 我这里 其实是一个猎人 不 就票 好 欢迎完毕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谁是你 心目中的那匹狼 所示意告诉我 3 2 2 1 10号玩家 灭掉你 能放个灯 又是你这样说的 本来是想 带偏一下狼 其实 我就是个平民 对 7号 9号肯定是两匹狼 欢迎完毕 看我们的游戏 继续 天黑 请进一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 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见人 狼人家 昨晚你厌的人是 狼人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说完死的事 使用 解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天 亮了 昨天晚上 一号玩家 离开游戏 射了灯 没有遗言 然后我们的 警长 可以 选择一下 没有警长 警长已经 被自爆 那么 由我 来确定 翻译的选顺 现在场上 仍在进行游戏的是 五号 七号 八号 九号 那我从九号开始发言 你抱还是我抱 我抱吧 好啊 好 天黑 我是地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定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御言家 请睁眼 御言家 请闭眼 御言家 昨晚 你闭眼的人是 御言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说完死的是 使用 解药吗 女巫 请闭眼 烟 亮了 经过第四页 我们的八号玩家 离开游戏没有遗延 我们的狼人阵营 获胜 全是他们 这是什么 你就是猎着 你就是猎着 你刚才 你就是猎着 你就是猎着 还赢得了 好的 我们首先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把这个身份牌 应该全票出酒 然后我们就 一票 出酒 他不说 前面的我都长得是报了 当时有人就长报了 不是 你报了也没用 报了也十秒 本来 本来还有 早我们才找猎人 本来还有两个人 你穿着我的衣服 我早就想抱 15号 以5号就是猎人导演 大家 大家先 毕竟我们来回忆一下 好像我们图编 每次都是神明被除掉 这一次好像是第一次是平民被除掉 因为今天指的是三个平民 四个 四个平民 其实我想采访一下8号 你刚才为什么要把诗出出去 我也不懂 对啊 我们把诗出出去我们就赢了 对啊 你为什么刚刚要选 我来不到 我以为就是神明就是5号还在吗 他把我杀了 他还有一个什么 因为10号当时发言的时候我惊呆了 因为我一直睁着眼睛 然后10号说7号9号两匹狼 我惊呆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狼刀在签已经 7号9号两匹狼 你为什么要说这个10号 我觉得我每次都是抗瘾 我真对不起大家 我想保护一下猎人 我跳了个猎人 我到最后了 其实我觉得10号 最高强度的了 我到最后的了 其实8号他就是第4匹了 我觉得10号跳猎人跳得非常好 我觉得你也是第4匹了 但是 帮了我们很大 好了 咱们肃静一下 我们接受一下惩罚对吧 应该没有接受惩罚吧 我脑子没秀斗吧 没有没有没有 接受惩罚 3 2 1 走起 好了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有请我们的道具小哥 把我们第三轮的这个游戏牌 送一趟 来 给我狼人 我要赢 我觉得我这边很开心 这边是哪把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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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一缸 那支表现非常棒 好 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下 把这个灯 我们把它点亮 好亮 好痛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三秒钟 确认一下你们自己的身份 都确认好了吗 好 好 那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 开始之前提醒一下 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人 请闭眼 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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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人家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昨晚死的是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藥吗 女巫 醒闭眼 猎人 醒睁眼 猎人 醒睁眼 猎人 醒闭眼 天 亮 接下来我们进入警长竞选环节 请要竞选警长的举手示意告诉我 2号 12 1号 2号 7号 8号 9号 那我从9号开始发言 9号第一个发言 本来我想一下 本来想扎一下身份 想想还是算了 不想给好人添乱 然后9号这里是一张名机名以上的牌 然后我就过了 如果你们一会儿有两个狼汗跳的话 我也不想要这个警长 过了 退水 好 8号 我这里就是一张拼名 然后我看好人 这两句都是好人 都是狼人添乱 我就想带好人添乱吧 发言完毕 好 7号 7号呢 因为一直没上过请 然后 这次我是一张名以及名以上的牌 如果之后 其他局玩家发言 如果有跳两个愿家的话 可以把牌给我 我可以带几个 好的 2号 我说一下 这局我就是一个愿家 我昨天晚上验的是1号 他是一匹狼 大家这局马上把1号给票掉 然后把警惠给我好吗 这局我一定要带大家走胜利 上次把我杀了 我真的很不甘心 这局我真的是愿家 大家相信我好吗 好 过 好 1号玩家 1号玩家 我在想 就是 为什么我的队友 居然没有跳预言架 我在这个位置 我跳预言架 已经力度很小了 安排的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有点难打 今天 今天都有点运气不太好 要不就发言太靠前了 要不就 还没发言就死了 现在又被查杀 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狼人应该还是可以赢 然后惨好 然后惨好 就是 我在夜里的时候呢 会告诉你们 手势 你们注意看一下 1号自爆了 好 1号自爆 天黑 昨夜死亡 昨夜平安夜 天黑 地野 稱之间 狼人 所以 吃?」 即擠眼 라는 劍人 请签认你們要攻击的 队相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选择你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请闭眼 预言家请睁眼 预言家请睁人 预言家昨晚你验的人是 预言家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2号玩家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灭掉你的灯 1号 同样 接下来的时间 由我确认发言顺序 我想从 3号开始发言 2号死了的话 就说明他是一张 他是一张真的愚言家 但是这一把呢 狼人没有上跳 愚言家就很好打 我们好人呢 就还有剩一个猎人 然后一个铝窝 然后猎人的话 就可以出来待一下队了 对过了 还有铝窝可以说一下 旧的谁什么的 好的 4号玩家 4号玩家发言 就是我觉得 3号玩家 说的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 这样说呢 他说把猎人 也跳出来 然后女巫也跳出来 假如两个神都跳出来的话 明明不就输了吗 对吧 而且他说女巫的时候 他说 就是说一下这个谁 所以我觉得 3号有可能是有嫌疑的 然后我还想说一下 7号跟9号也是有嫌疑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9号 他刚刚上井的时候 这样想 他这样说的 他说 就是我第一个发言 应该这样说 其实他应该是 本来是想最后一个 跳预言家的 但是他发现 就是法官 让他第一个发言 所以他没组织好语言 所以我觉得9号也是有嫌疑的 然后7号的话 7号的话再看一下他表 好 5号玩家发言 在5号玩家这里的视角呢 为什么3号玩家 要旅屋跳出来 然后猎人又跳出来 那这样的话 你们狼人是不是就可以晚上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你们狼人就可以晚上 一个一个刀掉 那我们 然后这一局是图胜局 你们就赢了呢 然后至于7号呢 就是我现在 有所怀疑 但是你们不急好吧 就是接下来你们 如果你们是有愿家或者旅屋 或者猎 如果你们是有猎人或者旅屋的话 也不要着急跳出来 就讲讲你们的心路历程 然后也不着急跳好吧 过 好的 6号玩家 6号玩家发言 你们队把都被4号玩家带偏了 1号玩家 他临死前的一言是什么 我的狼队友却没有出来喊跳 说为什么 井上是没有狼的 刚刚上井的有哪些 9 8 7 那个2号 还有还有谁 没人了 应该没人了吧 就这几个 然后还1号是狼人 一个狼人 然后其他的都是好人 因为他狼队友没有出来喊跳 然后9号这里占一个省坑 7号这里占个省坑 8号是个村民 那现在没身份就是10号 我这个6号 5号和4号 然后3号这边是 3号这边 我虽然认你是个平民 但是我不敢保证 你这30%的几率吧 然后这吧 4号我想出你 你还做一个扛推尾怎么样 是这样 啊过 好 7号玩家 啊 因为上一轮 本来是想的是 我以为后面两位会 同时汉跳跃 但是没有 所以这一局呢 我就是一个普通村民 然后呢 我觉得 猎人和女巫这时候 希望都不要出来 因为 狼人直接把你俩刀死了 我们这就会结束 其实 场上现在 我觉得 8号有可能是个 狼人 他可能是 上井了 忘记自己要跳 狼人这回事 然后我的发言就到这吧 好 8号 我真是这个平民 你平算 我现在你去 你7号讲我是狼人 那说明 那那我就怀疑你 你可能是狼人 然后呢 呃 是 是6号吧 6号讲 你是 这是神 这个是神 什么6号又可能是狼人 这两个又不能是狼人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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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和猎人 千万要常好啊 千万不要说 出来 好吧 欢迎完毕 好 9号玩家 9号玩家欢迎了 9号 我觉得这一轮女巫跟猎人 不用出来 但是下一轮 说我们就需要裸打 然后这一轮 我怀疑的对象是谁啊 我怀疑的是这张7号牌啊 就首先我觉得上井 刚才狗哥那个遗言里 我觉得他告诉我的含义是 是有狼人上井的 首先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我解释一下 如果我要汉跳 我如果是一匹狼的话 你们想一下 我跟风小狗当过一次队友 我们那个格式打得多好 对不对 还有如果我是一匹狼 我第一个发言的话 我直接把后面就甩死了 我根本不需要组织员 我要想挑冤家的话 我是不想给好人添乱 所以说 而且我是第一张名牌 直接退水的名牌 我对井辉 我都没想过要拿 对不对 然后你4号在我这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身份 你敢全长彩 我觉得你的身份非常好 我也不说你是什么身份 然后我希望好人 这一轮跟我出谁呢 出7号 我觉得7号是一张狼牌 8号他的发言已经就是 就很颤抖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张名牌 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疑问 然后另外一张狼坑 在我的印象里可能是6号 可能是6号 很有很有可能 因为我觉得他最近打道 给我打得有点上瘾 而且你把我心目中的神牌给踩 然后这一轮我建议大家出7号吧 但是也不排除345里面 可能有一匹狼 但我觉得7号在我这 基本上是做定了一个狼牌 而且7号他举手是举得非常慢的 然后他可能是看到了12号偷举手 1号是他的狼队 当然我是分析在心路历程 不一定对 所以说他后面也没有汗跳 所以在我这可能7号做狼面 比较大一点 我建议这轮好人跟我一起出7 好吧过来 好 接下来10号玩一下 10号玩一下发言 我就说不要打得单纯一点 我感觉狼就是1号6号7号 1号有可能刚开始说 我的狼队友没有汗跳 有可能是故意说的 有可能井上也是有狼的 然后6号就借着这个机会 再反驳这个1号来证实 他这个好人的机会 然后呢我就跟票吧 好 接下来的时间 考虑3秒钟 谁是你心目中的那匹狼 举手事宜告诉我 3 2 1 7号玩家离开游戏 切掉你的灯 你告诉我 有什么想说的吗 现在我心目中的狼人是9号和10号 前面我根本就没有攻击9号和10号 但是到了你们这个地方 9号带节奏带了一个10号 10号一起来攻击我 你们应该知道我前面攻击的对象 没有9号和10号吧 他们两个突然找了一个靶子来攻击我 那这两个人嫌疑是不是很大呢 前面我攻击的只有18号啊 你们9号和10号突然来攻击我 这个无理头啊 这个无理头的关键事情为什么 这种无理头的事情肯定只有狼人才能做得出来啊 2号愿家死一个 1号 9号和10号 现在还要女窝和猎人 下一局出来带下对吧 好 欢迎完毕 好 我们游戏继续 天黑气闭眼 狼人醒睁眼 狼人 请选择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确认你们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说完死的事 使用解药吗 使用毒药吗 女巫 请闭眼 寓言家 请睁眼 寓言家 请验人 寓言家 说完你验的人是 寓言家 请闭眼 天 亮了 昨天晚上我们的6号玩家遭到攻击 离开游戏 你也叫闭眼灯 没有遗言 那 接下来从10号开始发言 10号这里说了 不不不 应该是8号 对 8号 不好意思啊 8号 这个让我第一个发言 我是平民第一个发言 刚才我那要问结婚的时候怀疑错了 1号肯定是狼 这两个大家认为的狼死了 言语还没结束 这两个中间有可能有一匹狼 我都看不清楚 不知道 听这两个高手讲 1号死了 那就定一 9号发言 你刚才说啥我没听懂 然后我现在想了一下 就是现在场上就是 你刚才10号跟风 我说啥你说啥 然后你这个行为不做好 然后我踩7号我觉得是 在我的角度我是有理由 因为我也上井了 他也上井了 然后我直接退下来 然后他没退 他想拿井掌 对吧 然后在我这先身份 我说一下 也就是6号肯定不是狼 他倒在这一天的夜里了 对吧 也没有解药了 6号肯定不是狼 6号是个好人 我觉得6号 不是 5号的身份比3号高 就是想出5之前 必须要先出3 然后4号的身份 也比3号高 然后这一轮 如果你们后面 我觉得可以裸打了 我是一张名牌 就这一轮 我觉得好人可以裸打了 只要把那张 把最后一张 我觉得7号林默的 那个死亡的发言 应该是一张狼 他还在为自己脚边 应该是张狼牌 如果场上还剩两狼的话 基本上好人 就人家不管是刀神 还是刀民 我觉得我们好人很难赢的 所以这一轮裸打 是没毛病的 就上一轮可以不裸打 这一轮可以裸打 就把这匹狼 应该是场上还剩一匹狼 如果剩两匹狼的话 好人好像已经就没法玩 已经招牌了 所以说这一轮 我觉得可以认身份打 应该是猎人和女巫都在 除非说林默你是个女 那就好人就很难受 如果猎人跟女巫都在的话 其实我们很好赢 他肯定不是一个猎人 不是 就是6号肯定不是一个猎人 因为他倒在夜里 而且没有发动技能 然后剩一的就看后面怎么说 然后过了 好 10号玩家 10号玩家这里是个好人 我就是个村民 我跟分 因为我也争不了眼 也就说不了什么话 对吧 其实 你要是说现在还剩下两个狼的话 应该是不可能的 1号都说了他是一匹狼了 他总不能一个好人去帮狼吧 然后1号7号肯定是狼 所以场上剩下一匹狼了对吧 我感觉像8号 过 好 欢迎完毕 3号 3号 1号他说他是一匹狼 7号 如果是大表哥说的话 7号是一匹狼的话 一匹狼 再 8 5 4 8 5 4 还有不排除10号也是一匹狼的 因为他说话一开始打结巴了 所以我感觉可能10号也是一匹狼 但我这里是一张名牌 我是一张名牌 你们反正投我也没有什么用的 也不用把什么东西浪费到我身上 所以我感觉10号 这句10号跟8号的可能性会大一点 因为他们两个说话都有点打结巴 有点感觉心虚的感觉 过 好 4号 我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狼应该不是8和10 我觉得狼应该是3号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刚刚他发言的时候 他现在嫩了一下 应该他没想好 然后之前他我们不是发言的时候 他比较 话比较少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假如场上还有一狼的话 应该是3号 假如还有两狼的话 应该是 不排除9号也是狼 我为什么说9号是狼呢 因为 我是这样想 假如9号是狼 他刚刚说5号比3号的身份高 4号比3号的身份高 然后应该是要保住3号 我觉得这一轮罗打出3吧 对 我是这样想 发言完毕 好的 5号的5号 我认为狼应该是1 3还有10 怎么说呢 10号玩家你发言根本没有逻辑 然后一会儿又说两批了 一会儿又说只有一批了 然后最后又说18 然后你的发言根本没有逻辑可言 而且你 就是你不发言的时候 你做的戏太足了 就是这种 做的戏太足了就没必要 然后3号这里呢 3号这里还开始一开始 3号这里明显是一个倒公狼 他就是现在开始踩10号 但是你们有没有仔细听他上一轮的发言 他说的是 女巫跳出来 猎人也跳出来 他根本就还没有想好 他自己该怎么说 然后这里呢先全票出3 然后下一轮出10 过 好 所有的还在游戏的玩家 都已经发言完毕 现在考虑3秒钟之后 告诉我谁是你心目中的狼人 3 2 1 好 3号玩家离开游戏 月调灯 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我就是个平民 你们除我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一个平民就帮你们 平民了 就这样 好 随着我们3号玩家离开游戏 我们的游戏继续 天黑 请闭眼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请确认 你要攻击的对象 请确认 你要攻击的对象 狼人 请闭眼 寓戏续言家 请睁眼 寓戏续言家 请闭眼 寓戏续言家 请闭眼 做完你宴的人是 寓戏续言家 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使用毒药吗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闭眼 天亮了 昨天晚上8号玩家 高到攻击 离开游戏 没有遗言 接下来场上还剩下 4号 5号 9号 10号 从 4号玩家开始发言 现在我认为场上 还有一批狼 我觉得我应该 听5号 因为他刚刚说10号 刚刚10号 他5号认为10号是狼 而且10号刚刚投票的时候 投的是8号 而昨天晚上死的 就是8号 我觉得10号 应该是想杀8号 然后昨天想让我们 都投8号 把8号票走 反正就我觉得 我相信5号肯定是 一好人 然后9跟10里面 应该有一狼 发言完毕 好 5号 5号人家发言 根据5号玩家的观察 现在场上应该还有一批狼 然后这里我跳猎人身份 好吧 然后上一局不敢跳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女巫已经不在场上了 然后现在我觉得 就是只要全票出时 然后我们好人就胜利了 好 过 欢迎完毕 欢迎完毕 5号 5号玩家 那我说不就没办法了 就前面两个人已经绑票了 那我也怎么出时 我没办法了 好 10号玩家 10号玩家这里是个村民啊 我说了 9号肯定是皮狼了对吧 4号5号你们都说了好人物 这里是个村民派嘛 9号肯定是个老人对吧 就票9啊 欢迎完毕 好 接下来场上还在游戏的思维 考虑一下 谁是你心目中的那匹狼 举手示意告诉我 3 2 1 好 10号玩家 请灭掉你的灯 我们的游戏结束 恭喜皮鸣和神秘圈 4号位 我的瘾水 我教了你 这句话真的好好啊 你死的时候咋不说你是女的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 如果女巫敲了话 他们就知道我恋了呢 所以我说 女巫和恋了得很好 我以为4号是神 其实当时我认她是个神呢 我是不是说你是个神 然后我说是十号 你不要跟我说神坑 我先叫神 我说十号 好 我们七号 6号 7号我们先安静一下 首先我们让这个三匹狼 接受一下惩罚好不好 3 2 1 然后呢 我们小狗应该是 还在上井的时候就自爆了对吧 对对对 然后一直是观察我们小朋友和我们大表哥一起在进行游戏 你觉得这一局狼如果说失败的话败在哪一个地方 没有吧 因为猎人唱得比较好 其实我第一天安排首饰了 但是他没戴上面具了 他没看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安排首饰 因为我只有自爆的那天晚上才能安排首饰 你没有发现我是猎人啊 好了 那个时候没发现 我发现了七号是女巫 三号四号我的饮水你把我偷死了你知道我到这游戏有多痛吗 哎你知道我 应该应该能赢的 四号就被我给投了我好伤心 其实全部都在身上 好了好了我们一个一个来你这样的话看直播的观众他们是听不清楚的 然后刚刚小狗哥有点名表扬的是五号藏的很好对吗 猎人 吓死我了 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肯定就是我就把女巫走了 但是我就不敢跳出来我就只敢最后才敢跳出来 哎我真的 我要是找可能找一轮跳出来的话可能这局也好也就出了 对 我觉得你是力挽狂澜真的 然后还想问一下十号这批狼 一直在接吧 然后你当时最后被票出去之前你还在挣扎对吧 对啊 要有一丝的希望吗 然后我们经过这样的三局比赛啊 我相信我们这个正在看直播的也在跟我们一起进行讨论或者说这个互动 我不知道你猜准了没有 是我这批狼是一三十号对不对 方祥瑞当狼的次数多还是少 还好吗 还好 但是我每次当狼都会输掉我也不知道 你有总结经验吗 可能是我演得不太好 你演得不太好 然后小文这一局的话是一个什么身份 我就平民啊 但是为什么当时他们都说出七的时候 我没出七我出了十 因为十号还有一个逻辑特别爆炸 这轮还不是我这个六号轮仨 他说他说一六七是一个狼人 我也没踩他十号 我也没踩他九号十号 他就把我这个六号给认成了一个名 而且我刚刚盘了一个逻辑就是 一号他说那个没有狼是 就是他没有队友就是那个谈谈预言家嘛 就暗中的意思就是他没有狼队友上井 然后这边三个上井了的就十号一个没上井嘛 然后这边三个我是认了一个好人的 结果十号他还说了一个我这个六号和这个七号是狼人 七号是上井了的我认他是一个好人 所以说刚刚那边我没出这个七号 我出了这个十号 但是还是死了我 但是说到你说到七号啊 七号林默在我印象当中很少自己主动上井 这次上井了对不对 因为我就是去拿的是礼物牌啊因为我知道狼的刀像啊 所以我要我得上井的 然后四号他就黄沈兄的把我给投出去了 我就好生心 然后我前面一号说他没上井我以为 李子勋他可能是上上来之后一紧张忘了说自己是个平民 我就以为他是个狼人 但后来他被后来听你们几个说 就感觉他像是个平民 但是你九号你差点就把节套带歪了知道吗 有好的这不挺有意思的吗 不是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跟你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狗哥那个遗言的意思是 就是井上有他的狼同伴 但是那个人没汗跳 对 然后我感觉他的状态吧就很明显不像 然后我以为是安排的你让你就起跳 所以我说我那一轮就把你投出 我怎么可能 然后其实 我解释一下我那一轮为什么说四号的身份在我这比较高 因为四号就是三号去找两个神嘛 然后到四号那个位置之后他就 全场又踩三又踩五又踩九 他敢疯狂乱踩我以为他是个神的身份 然后他很高 然后五号那一轮单票挂三 所以五的身份也比三高 然后所以说他们俩是我心中的两个好人 然后第二轮的时候我是挺怀疑六号 因为六号你去打了一个我心目中地位非常高的一张牌 所以说我挺怀疑你 但你倒在夜里我就知道你是好人 其实狗哥他说那句话就是他说 他说就是他就在就说我的为什么狼图板没有含条院家 但是我就觉得肯定是锦上有狼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就是可能就是故意说这句话 然后就是 活着活着个脏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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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七号九号都提到了四号 四号是第一天晚上被刀掉的 然后七号女巫救了你 给你三十秒的时间道个歉吧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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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林默很可怜哎 就是我要么被牛杀 要么被人把牛杀 真的林默知道 我一个体我已经是把自己把把牛给刀出去 上个上几期都是要么堵我 对可以啊我拿牛了 要么人投我 要么手到你 要么手到你要么把你投出去 要么OK 那么我们关于游戏的讨论就结束了 我我记得我们这个狼人出破Q 有一个游戏王的争夺对不对 因为每一期游戏会有一个游戏王 那每一个季也有一个游戏王对不对 肯定是孙艺 开播到现在还没有拿过游戏王的 举手水脏 告诉我 哈哈 肯定就是他的 大白白没拿过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躺一躺 对啊那边有就只有他一个 然后 现在节目组 那个心疼你赏你一个 是吗 其实回忆一下 你家不是十几万个吗 送过 送过 好了 接下来我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一期的游戏王 我们一网都是有三个有两个对不对 这一期游戏王只有一个 大白白 他三局都赢了 是一个吗导播 导播 好 恭喜我们的九号 大黄主 你三局都赢了 对 只有一个 他三局都是狼人 对 对 两局狼人 一局 一局那个 主要是怎么第二局的时候把他查查了 他没有把我刀了 我发现了一个大狼人很好赢的一个办法 但是要不要跟你们分享 就当狼人怎么好赢呢 就第一天晚上吧 不要刀小狗哥哥 但第二天晚上如果把小狗哥哥刀了 不让他讲话 我感觉这个好像非常好赢 好了 今天我要给你请到的这个颁奖嘉宾 因为有点私心 因为刚刚有一个小朋友他举手了 我想让他沾沾你的仙气 是吗 好了 有请午后 我们孙一航来帮你拜托 希望这枚幸运的警惠 我估计下周五天就是你 希望吗 希望吗 哎呀 好啦 我们把这份游戏的精神 还有这份幸运 我们希望一直传递下去 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拜拜 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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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加油了 你瘋了 在什么我只有这个吗 你瘋了 你不叫我不怕 咕咕咕咕咕咕咕 等一下 等一下 送你了 那